我們都在討論 中國經濟越來越嚴峻 是有多慘 今天我們就給您看到 這是徐珍電影 逆行人生演都演不出的劇情 在真實世界上演 全中國熱議這個人 50歲的超級外送丹王 一天工作16個小時 最後他過勞猝死在自己的車上 為什麼一個外送員 震驚了全中國呢 中國走上了日本失落30年 恐怕還不是最糟的情境推延 專家更怕中國經濟會重演 蘇聯垮樓時刻 什麼時候了 你居然還擴大晶圓非洲1.64兆 歡迎來中國打中臉充胖子 被中國網友罵翻天啊 最近來講的話 大家覺得王權炸過的一件事情 就是中非合作論壇 在哪裡展開呢 在北京展開 習近平主席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要幫助非洲的好朋友 所以他大撒幣多少錢 3600億的人民幣喔 3600億的人民幣非常的多 然後呢他可以創造就業機會 100萬個就業機會 非洲的朋友有沒有高興還不知道 但是中國大陸的網友已經炸鍋了 他就說你要去外面幫助朋友很好 但是你知道家裡的狀況嗎 你可不可以先創造我的就業機會啊 他說你去外面發散款 然後呢開槍贈災 可是你知道嗎 家裡已經沒米了 你說3600億 然後創造100萬個就業機會 網友就說啦自家失業成了啥狀況 不知道嗎 自家的百姓窮成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嗎 他說你家裡沒有米 你又想要去外面大撒幣 你只能做一件事情 砸鍋賣鐵 也像非洲人民過上好日子 他就說你大概也知道 我們家裡現在真實的狀況 有朋友就說我幫你算一下 3600億代表什麼意思 現在來講中國有3600萬個失業大學生 如果你把這3600億 補貼給這3600萬個失業大學生 那你一個人可以一次性的獲得1萬塊 人民幣 你是不是很有感 可是呢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你還可以刺激更多的消費 財富效應出來之後呢 不管是不是長期 你知道短期你可以讓大家過上一點點的好日子 可是呢你這些網路上的言論 你只要講出來你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我就發了中國政府準備給非洲大撒幣3600億 然後呢政府聽到了沒有 政府聽到了 聽到了做什麼事情 直接封號 直接把你給BAN掉 BAN掉的有什麼 設施政類有害訊息 所以你不能討論 你不能夠質疑 如果你討論 你質疑了這個非洲大撒幣 我就把你給封鎖了 所以你剪我的羊毛 你割我的韭菜 然後你跑拿去非洲大撒幣 我講出了這樣的不平之名 自己家失業成啥狀況 不知道嗎 你說這樣的言論有害 對 它是哪裡有害了 實話不能說 實話說不得 沒錯 而且呢其實接下來來講 為什麼整個言上 記不記得201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一個女孩子 就告訴大家一件事情說 她為了學校的補助學金 所以呢去當了一個什麼 當了學伴 什麼樣的學伴呢 非洲留學生的一個學伴 結果呢遭受到很多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可是那時候呢 其實網友還說 嘻嘻哈哈的 說國民外交或什麼的 可是呢 最近有影片爆出來了 還有照片 他說有這個學伴是怎麼樣 三女配一男 然後呢配心儀的學伴 為什麼要做這樣子呢 你看這個照片 你看起來嘻嘻哈哈的 老家很高興對不對 一個男生配一個女生 一個男生配一個女生 他就說這個其實都是學校的政策 因為招生不義 希望非洲留學生來 但是呢這是有貓膩的 你來的學伴不是我美前大學時候的學伴 你要陪伴這些非洲留學生 搞搞 他是來我中國來留學的 來這邊吸收我們的學問的 那就傳到授業解惑就好了 搞三個女同學去當班遊一班 對啊 這感覺上好像不太正常 然後你要往下看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呢也是IG上面大學生 他們發的 非洲留學大學生發的 你看這像是一個聯誼的場合嗎 你有看過學伴這樣子手牽手 頭碰頭 然後並肩坐在一起的嗎 他下面又用一個什麼東西告訴你說 Find your girl here 你不是來求學的 俊翰哥你不是講的來做學問的 不是來找女伴的 然後還告訴大家說 HTag Chinese University 好很多的朋友就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網路上有一個女孩子 他說我以前就是當這個學伴 但是我畢業了 我可以出來講 這什麼狀況呢 他來這個地方你要去伴遊 然後你要去陪伴他 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他任何要求你不能夠拒絕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銀杏的活動 銀杏的活動之後呢 就像這個影片來講的話 他希望你怎麼樣 喝兩杯 有一個女孩子不喝的情況之下 就直接被打了 被打了之後呢 他非常的難過 可是呢 後續學校是怎麼做的呢 把這些事情呼呼掉 好像是沒事一樣 可是很多網友就說 那你這女生幹嘛去 不是喔 你不去的話 這些非洲留學生就會給你付評 然後跟學校申訴說你不來 你為什麼不來 你是不是有種族歧視 你是不是歧視我們 然後呢 學校就會把這些女孩子的 獎助學金給取消 他們的狀況 是家境比較不好的 你不要講說 哎呀 取消就取消嘛 我們就不要去了 取消之後 很多的女孩子 她是直接無法念大學的 所以後續來講的話 他們覺得說 你這個畫面出來 你真的是來求學的嗎 還是你是來貪圖這些美色的 所有的憤怒來自於 家裡米 剛剛都沒有米了 你怎麼還好意思 到非洲去大撒幣 你要創造非洲人的就業機會 先創造我的就業機會吧 對 說到就業 我們來看看 就這兩天 全中國熱議這個外送員 已經不是小哥 50歲了 他是接丹王 對 超級外送員 他怎麼了 大家為什麼要熱議他 這個情況 大家先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邊有一個電動車 他們對岸講叫電瓶車 這電瓶車上面 我們把它馬賽克 因為那個畫面 真的是太難過了 一個50歲的一個外送員 他就躺在這個地方 然後雙手一胎 其他的外送員以為他在休息 可是你想想看 雙手一胎 那個畫面真的是太緊手了 有人看不下去 就去碰碰他 就說兄弟你還好吧 結果一碰 沒有了呼吸心跳 硬掉了 然後就只好叫警察 然後叫其他的 有人來救援他 可是他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 這是怎麼樣的情況 在航空中這個地方 大家都知道說他很有名 他叫丹王 什麼叫丹王 他就是每天告訴自己說 我一定要接丹 然後跑到500塊人民幣 500塊人民幣 以現在匯率來講的話 大概是2250元 過去來說的話 2250元其實並沒有很多 可是因為最近來講 大家搶單搶到太難了 加上平台 當你接丹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是有加成獎金的 可是現在來說 為了扣這個獎金 你前面可能幾個小時跑得很輕 後來發現沒有了 剩下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你才會有一單 所以它變成什麼重包 重包什麼概念 我不能只做一個平台 就像台灣一樣 它是包牌的意思 對包牌 你付Panda你也要去送 Uber Ease也要去送 Lalamove也要去送 美團也要去送 你什麼都要去送 你才有辦法拼到500塊人民幣 大概一天大概2250塊 可是呢 一個人一天就24小時 吃喝拉薩之外 你好歹得睡 睡得再短你也得睡 他怎麼辦法去包牌包單呢 這非常的痛苦 你變成說你沒辦法 急破 急中在8個小時 12個小時之內 去把這個錢賺起來 你時間越拉越長 越拉越長 所以你的睡眠變得非常非常的短暫 找到時間睡一下 找到時間吃個便當 然後一想你要趕快去送 所以你的工作時間 從12個小時拉到16個小時 甚至他們說 你要賺到這麼多錢 你要拉到18個小時 拉到18個小時 你真正的睡眠就6個小時 6個小時 你還要加上你要回家 你怎麼睡 所以大家講說 天啊 以前以為這種接單王 都是大學畢業生 20幾歲 20郎當歲 我鐵打了身體 你50歲代表什麼意思 你可能是家中的支柱 一倒下去 你這家怎麼辦 找一個可以養家糊口的工 找一個活兒來幹 我們過去講到說 在廣東的深圳 那叫三河大神 有沒有 就是等著排隊打零工 有就打工 沒有就躺在公共場所 所以在那邊等 所以這樣的畫面 實在不好看 沒有想到 深圳的三河大神 現在變種2.0 跑到北京去了 在過去來講 天子腳下 你會覺得說 經濟一片像好 怎麼可能會有爛尾娃 怎麼在爛尾娃 就是你努力的去工作 然後努力的念書 然後努力的工作 可是現在來講 都沒有全職的工作 所以現在就躺在哪裡 北居橋 這個地方其實你看 你有沒有看過 凌晨4點的北居橋 馬居橋就是這個狀況 他躺在那地方 很恐怖 就是在等 因為你要等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凌晨4點看這個畫面 導播 凌晨4點你就要來排隊 排隊什麼 排隊點工 什麼意思 你每天就要到 凌晨4點 然後排 然後希望說 你可以得到一個工作 這工作不是長期的 不是一個禮拜的 他就是一天 導播 你幫我把畫面 放大來看 每一張臉 都是年輕人 對 你想想看 過去Coby Bryant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你要成功 你在MBA成功 你有沒有看過凌晨4點的洛杉磯 凌晨4點的這個馬居橋 在北京 大家都是大學畢業生 在這邊點 點什麼呢 點工 點到工 你可以做什麼 廚房助理 記得大學畢業生 清潔工和保安 可是呢 他的月薪只有多少錢 160塊人民幣 約合台幣720塊 一天 日薪720塊 你看你這樣子有辦法吃得飽 有辦法養家糊口嗎 沒有 所以你沒有點到工的 你就像剛剛我們這個畫面 你就只能夠睡在大馬路上 為什麼 你連租一個日租房 或者是租一個比較便宜的套房 都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他們的大學生 而且然後告訴大家說 不是只有我們北京來的 因為外地的 全部擠到北京來了 所以呢 造成大家要來搶這個工作機會 因為工作機會越來越少了 我就問了 今天我們看到的 都是真真實實有圖有真相 年輕人凌晨4點來排隊 打零工 這樣子的一個現況 有出現在中國官方 每一個月 每一季 每半年 每一年的官方數據上嗎 為什麼經濟學人 用掩耳盜鈴去形容 中國官方呢 對 看一下經濟學人 其實經濟學人 你要去看他的報道 你可以先看他的封面 封面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一張圖 就是中國大陸 然後呢 他後面有很多很多的經濟數據 但是呢 你希望是往上的 但其實數據是往下的 但這位來講的話 你會覺得 他經濟數據不好的話 不管在這個中國的官方 或者是什麼地方 你應該要努力的提出檢討政策 沒有 最近的新聞是告訴大家說 不用擔心 我們的GDP 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了 大家就想 你怎麼有可能 官方數據你怎麼有可能 你第一個 你房地產 爆雷爆不停 所以呢 房地產都在停滯的狀況之下 然後呢 基礎建設做不出來的情況之下 GDP的成長率怎麼可能 恢復在疫情前的水準 可是數據端出來就是這樣啊 所以呢大陸的網友就想到一件事情 會不會是你的內餐系統裡面 有一些數據是可以微調的 你只要變動一下你的前端就業 你後面的後端就業 數據咻就起來啊 校正回歸啊 可是呢這個有沒有人敢講 當朝當道沒有人敢講 可是呢這個人叫什麼 叫做易剛 易剛告訴大家 他是誰呢 他是中國的行長 但是是前行長 一定要前行長 他才敢出來講 他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當前的領導層應該把重點放在這個 通貨緊縮的壓力上面 不能只看GDP 這些玄外之音什麼 這些數字有沒有 會告訴你說 數字會作假 所以呢要把通貨緊縮努力的去做 尤其是大學生的一個事業 如果不做的話 其實日子會越來越苦 才說橫空出世的3A級黑悟空電玩 要搶救中國經濟 要拉抬一波悟空產業鏈 結果恐怕是落得昙花一現了 為什麼呢 最重要的半導體設備廠商之一 艾斯摩爾宣布 中國成熟製程的部分客户 他們的半導體設備服務 將不再續約了 換句話說我們要問 美國制裁中國還沒見底啊 如果一路殺下去 中國還剩幾口氣呢 眼皮子底下你就看到了消費消轟 中國青年的失業率比想像的還要慘 學校居然要你先找到工作 我才給你畢業證書 蓋牌蓋成這樣啊 小紅書更是叫戰守則 教你怎麼去港府騙捕 過日子當中產變中產悲慘的慘 那明天過後該怎麼辦 我覺得美國要小心了 因為最近日本媒體呢 它發布了一個報導 這個報導指的是說 日本有一個專門在調查半導體 產業的這樣的一個公司 它就去拿了 包括像是 之前Kilin 9000 跟現在的Kilin 9010 這兩個晶片 那這兩個晶片差別在哪裡 其實這兩個晶片都是華為在用的 只是說 Kilin 9000是華為之前呢 它由海思半導體來設計 但是是台積電生產 那但是Kilin 9010 還是有海思半導體設計 但是它卻有自己國內的中芯國際生產 那你表面乍聽 那台積電學說 那台積電生產的晶片應該比較好囉 是不是 結果呢 日本這家媒體就報導說 沒有耶 根據他們比較 就是這家半導體調查公司 比較之後發現 這兩個晶片的性能基本相同 差就差在良率 那當然我們曉得 可是你Kilin 9000是上一代的晶片 那你現在Kilin 9010 新一代的晶片用在哪 用在他們 大家熟悉的 就華為手機 PULA 90 機子PULO 這款手機上 那 既然你們兩個晶片有四代之差 可是基本性能卻又相同 所以日本媒體就下了個結論 就是雖然還是落後 但落後不多 落後大概只有三年而已 鍾伯我問你 所以美國制裁中國的科技發展 從晶片去鎖喉 鎖到現在居然只落後台積電三年 換句話說 過去你不就是前功盡棄了嗎 換句話說 美國不就要跟加大力道鎖到你斷氣嗎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讓你一刀斃命 那我就斷你手腳好了 你知道美國陣營還有一個就是荷蘭 荷蘭的艾斯摩爾是我們知名的 這個升光科機 或者是極子外線光科機的製造商 那剛剛我說到的就是說 中國的以華為為例 他既然能夠做出KELIN 9010 然後跟KELIN 9000 這樣的一個不相上下的能力 你有沒有發現大概就是在7奈米 或者甚至想要買5奈米邁進 那這些設備呢 中國有 就艾斯摩爾給了 那現在美國直接跟艾斯摩爾講 那艾斯摩爾就乾脆 就給了一個避殺劑 那我就不幫你維修 你這些設備自然到時候 瘦終正寢之後 我看你怎麼生產 7奈米 甚至怎麼往5奈米邁進嘛 就我講的嘛 沒有辦法一刀斃命 就直接斷你手腳 好 那這次是美國 他看到了中國的強大 也即使在我對你 急進封鎖之下 你仍然能夠這樣子 從岸道往上邁進 到只落後三年 不過中國半導體 還是有它的困境 比方說 你知道有一家公司叫向蒂仙 向蒂仙是生產GPU的 現在非常熱門 可是最近它出現一個狀況是 它要倒閉了 因為它融資不順利 股東也不再繼續投資 還告他們 那乾脆在發佈薪水的情況下 就去宣布 一走了之就宣布倒閉 所以兩件事同時發生 艾斯摩爾索猴 讓你要買買不到 然後你在國內的 中國版的NVIDIA 你要做做不出來 這就是陷入了一個死亡螺旋 但是你會想不對啊 我們有電動車 我們要靠電動車轉股 電動車已經內耗內捲 捲到血流成河 更慘的是中國另外一個 全球第一叫太陽能板的產業 現在也步上了這個死亡波道了嘛 是 為什麼太陽能供應鏈 會走向滅亡 要從電動車先開始說起 你們有發現中國對於福祉 他們所要的產業 希望能夠在國際間遍地開花 市佔率很高這樣的情況下 都是政府請囊相助 把錢 你要錢給錢 要人給人 然後結果這時候 你國內所有的這些 為了要補助的廠商 跟希望能夠分一杯的廠商 就如雨後春省般的增加 那最後會怎麼樣 供過於求嘛 電動車不是很多都是這樣倒的嗎 所以才會有很多電動車墳場 現在出現太陽能供應鏈墳場 你去看 中國太陽能從上游到下游 他的產品價格 都已經跌破企業成本線 我不做還好 我每做出一塊 我就虧一塊 那我幹嘛做 所以呢 一開始也許你還可以說 沒關係啦 你政府扶持對不對 我就做嘛 我就拼命做 然後內需 但問世欠中國經濟下行 他內需也不夠啊 那你就只能賣到國外去啊 但你賣到國外去 結果呢 你必須靠向外傾銷 你就得殺價 殺價就流血成河 最後還一定會虧錢的 我幹嘛賣 當你把庫存全部賣光了 你會怎樣 倒閉啦 就直接跟向帝先一樣 就直接倒閉嘛 好 你看喔 我下個結論喔 中國太陽能工廠的產能擴張 是全球兩倍 目前統計有六家工廠停載 你是兩倍 哇 往往看你每個月的營業額 月增也好 年增也好 都是在拼命的倒退 你說這樣的公司 他為什麼不乾脆倒一倒 收一收 好 觀察中國經濟 觀察中國經濟另外一個 我們從來沒有碰觸過的指標 鋼琴 鋼琴怎麼了 開場跟各位報告 中國的中產階級 變成了悲慘的中產階級 最赤裸裸的觀察指標 居然是一部鋼琴 想不到鋼琴 可以成為中產階級的 悲慘指數的觀察指標 為何 這個其實是因為你要曉得 鋼琴對很多國家來講 可能他會覺得家裡有一台不稀奇 家裡小孩學鋼琴 也覺得不足為奇 可是對中國來說 中國在經濟起飛的這個年頭 這十幾年當中 中產階級家裡放一台鋼琴 代表我不但買得起鋼琴 我還可以讓我的小孩學鋼琴 小孩如果連鋼琴都在學 那其他國文數學 一定也都不在話下吧 因為鋼琴是非必要的 而且他未必將來要做鋼琴家 所以在這個非必要的情況下 他都能夠擁有 就代表他一定工作很穩定 收入也不錯 可是現在各位請去看 房地產不行 股市不行 失業率暴增 外資出走 你老公工作 你今天搞不好明天照不保戲 我當然只好先砍小孩子的學費 就是指非必要的學費 鋼琴是列為第一個 你知道現在他們的鋼琴二手價 比方說我今天一台鋼琴 假設是五萬塊人民幣 大概才會變二十幾萬 我現在拿去賣掉 我只賣十分之一 我只賣五千塊人民幣 因為沒有人要 好一台車都不至於這麼慘的中股價吧 那中國有個鋼琴之鄉 在哪呢 在浙江湖州落色鎮 這個地方自然成為重災區 你外面的鋼琴市場 鋼琴門是倒七千家 鋼琴二手市場崩跌 那你這個鋼琴最上游的生產廠商 你看 2024就有幾十家鋼琴製造商倒閉了 所以現在 家長如果在收入不穩定的情況下 他會讓小孩 我的錢就專心讓你念書 鋼琴就再說吧 凡事皆可泣 人先求溫飽 我連鋼琴都可以丟了 房子恐怕也是可有可無吧 既然我有一個地方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 一線城市的商辦空間 現在居然拉緊報到這個程度啊 我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就是有房地產商去詢問了一間律師樓 這些律師樓呢 他在北京的CBD有辦公室 他就講 他說沒辦法 我們現在啊 這個收入遠低於之前 因此我為了精簡人力與成本 哎呦 幹嘛長這麼複雜 你就直接講嘛 你先賺的筆錢少嘛 所以你現在必須要把成本降低嘛 他就第一個先想到 我租的辦公大樓能不能小一點 本來可能以前一千平方米 我現在租五百平方米啊 甚至或三百平方米啊 那我問你原來的房東呢 你原來的這個房屋的空 這個空置率是不是就空出來了 第二個還有出現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他也是舉一個為例 就是有一個廠商呢 他本來啊 跟你租這個辦公室租得好好的 但是他現在賺的沒有錢多啊 所以他就說 我先退租 然後讓房東亮一下底牌 看看能不能稍微砍個架 砍架成功我再來租 從這兩個故事當中你就發現 這一定是他們的經濟有出現 跟以前比起來下行的狀況 所以你才會想辦法從 這個租的辦公室或房租下面去 動腦筋嗎 我問你啊 商辦空間賣不動 租不動它是象徵著一個什麼 代表整個社會的經濟的動能 當你這一邊賣不動不需要這麼多空間 商辦的時候 我心血輪 7月8月9月多少新鮮的乾出校門 那工作機會不就GG了嗎 我覺得這些鳳凰花開剛畢業的 中國青年學子 他們可能會很納悶 奇怪為什麼我找不到工作 我剛剛不是一頭講下來嗎 來最上面叫做政府的對峙 美中對峙地緣政治 然後再下來就是高端的事業 我們講的半導體 或者是電動車太陽能 這些在對立 到了這邊自然就會什麼 被鎖喉 被斷手繳 再來呢 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怎麼樣呢 尊結成本 房子不租 再來呢 再來就失業率啊 金字塔下面 你懂嗎 所以這些幻麻花開的青年學子 搞不懂我現在告訴你 你知道現在失業率高到多少嗎 17.1% 當然中國政府有講 統計局有講 他說那是因為剛好現在是剛畢業 你當然這時候來看失業率特別高 但你跟過去比吧 你過去比下來 你今年是創新高啊 好 結果現在就有一個詞 聽起來還真的望聞解智 覺得還蠻悲淒的 叫爛尾娃 其實我也不用多做解釋 有爛尾樓 爛尾娃是什麼啊 被放棄的嘛 那爛尾樓是什麼意思呢 爛尾樓不就是指說 你蓋不下去了 沒錢 對不對 蓋到一半 然後就放在那了 那爛尾娃是什麼 就一樣啊 你找不到工作 你就只能爛在那 而且你這個爛很慘 你可能人生就此爛尾 因為你完全沒有進入過社會 你完全沒有人生的經驗 你也完全沒有任何的工作能力 所以你就像爛尾樓一樣 爛在那就變爛尾娃了 你知道中國政府也看到這樣的狀況 那你也知道 其實他們一向會讓數據看起來更好看 就是要美化失業率 有不少學者指出真實的青年失業率 絕對不只17.1 可能是50 但我不曉得也許這些學者 可能是講得又太誇張了 但不管怎麼樣呢 現在中國有一個方法 竟然變相的出現 就是我讓畢業生找到工作 我才給你畢業證書 你沒找到工作 我就不給你畢業 或者你在念碩士兩年的 我讓你念三年 那這樣子你延緩進入社會 不就可以降低失業率嗎 由中國開發的首款3A級的遊戲巨作 我們看到了 黑悟空全球賣翻天 上市一天60億的成本都賺回來了 但是我們要仔細來看 他爆棚業績的背後 居然暗藏了步步殺機 為什麼 記不記得馬雲說過 豬養肥了就是要拿來宰 阿里巴巴都被宰了 黑悟空72遍 翻得過中南海的手掌心嗎 而你來看 當我們看到整個中國的經濟下行 到現在人民一片絕望的時候 你經濟靠一隻猴子來救 容易嗎 黑神話悟空這個遊戲 他真的為中國的經濟 注入一針強心針嗎 我們來看一下 20號上線 創紀錄 三天就賣破1000萬套 一個禮拜賣1000人買萬套 這都是外媒估計的 而且外媒說 還沒有算PS5平台的 然後說他狂賺了 134億台幣 而且可能會賣破200億台幣 然後投入的成本才20億 那不賺翻了嗎 難怪 去看相關有一些 台灣的供應鏈的個股 顯示卡 什麼還漲停好幾隻 中國玩家 佔最多 大概佔了八成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遊戲 可以賣得這麼夯 那想必人怕豬 明豬怕肥 對不對 那人出名就是什麼 是非多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現在開始很多人 就要開始趁他的熱度了 你知道嗎 其實孫悟空 他那個老家在我們家 山東在我們家 江蘇連雲港 不是 跟連雲港有什麼關係 不是啊 你孫悟空原型 老家不是在花果山嗎 我們這個連雲港有花果山 好 再來呢 山東的太安斯也說 沒有沒有沒有 孫悟空老家在我們這 可是其實孫悟空 我們知道西遊記裡面虛構的人物 他哪有老家啊 沒關係嘛 虛構的人物 就會有虛構的老家 作者不是講說 他是這個 敖來國人嗎 那敖來國 不是在敖來風的意思 敖來風就是花果山的原型 這樣也能蹭啦 沒關係嘛 反正就蹭嘛 我就說嘛 人怕出名 豬怕肥嘛 對啊 有熱度為什麼來蹭一下 不見說 孫悟空是福建猴 這個我們就覺得有點奇怪 到底跟福建有什麼關係 他有啊 你知道發行日那一天啊 剛好就是農曆七月十七 是我們福建大聖信儒文化活動 所以你說他不是我這裡福建猴 不然是哪裡猴啊 你跟他講了好幾遍 人怕出名 豬怕肥 對 我告訴你黑悟空也怕肥 肥的就要被拖去宰 越紅越賺 當心老大告訴你 I'm watching you 是 你知道其實呢就有直播主 他在網路上面 直播 然後呢播著播著呢 他就說 我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看到遊戲上面有 牆上有佛經 有兩句 他就念 他念念念 結果他玩這三十幾分鐘 就唸這兩句 封一下 他就被封了 我怎麼了嗎 對大家就看斷線啊 看不到這直播主玩啊 結果後來呢 隔了十幾分鐘 他又被解封了 後來大家就研判說 可能是抖音的這個直播平台 他的AI發現你這個女直播主 在玩遊戲的時候 念這個佛經 覺得你可能在宣傳宗教 所以呢 他認為 你沒有遵守 直播規範 所以跳出直播規範 警告 蹦一下你就被封了 我在花果山 念一段佛經 都有人盯著你啊 不過我要先講 這個女直播主 現在用的那個畫面 並不是在抖音 是在別的直播平台 誒 念佛經就沒事了 那就是抖音 可能就不行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背後那隻手到底是誰呢 為什麼我只是念個佛經 也不行呢 好 我們再來看 其實呢 不只 人怕豬 人怕豬怕肥的 這個人紅是非多 還有一個就是 這款遊戲的藝術總監 叫楊琦 美術總監 藝術總監 楊琦呢 他曾經被人家爆出 就是說他過去 這款遊戲 很不友善女性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仔細看 這款遊戲裡面 他所有的這個RPG 裡面的角色 沒有女性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 這個 楊琦以前曾經講 他說我這個遊戲 開發出來 就是給男生玩的 他說有時候有些遊戲 就是不適合女性玩 他講 他說 不需要女性玩家的反向帶動 有些東西就是做給爺們的 所以國外有一些女直播主 在接受這個遊戲玩的時候 他覺得這遊戲對女性不友善 那些五分只給他打三分 很多地方都是打滿分的 那我們剛才不是講他背有一隻手嗎 然後再加上你的藝術總監 可能在創作的時候 也帶有一些預設的立場 那我就要回應主持人剛才給講 主持人剛才是不是有提到 說當一個東西離到紅了 你吃好穿好你住好 有一隻手就會伸進來了 那那隻手到底是什麼手呢 這個中國有一個攝影師 南山秀 他就講 他說在這個遊戲裡頭 他有發現說裡面遊戲有引用了 3C鐵佛寺裡面兩尊佛像的照片 那這個南山秀就講 你說你引用的照片 怎麼跟我當初去鐵佛寺 拍的照片一模一樣呢 好 現在畫面當中來看 一張是南山秀的 那一張是網路遊戲裡面的 不過有網友就覺得說 奇怪 鐵佛寺裡面的佛像 如果大家都去拍照 如果藝術總監楊祺 他也去拍照 拍照回來之後 他在一筆一筆 手工還原適中的場景 把他雕出來 因為這楊祺自己講的 那當然會一樣 可是南山秀就講 NO 因為每張照片 你拍攝會有一種獨特的光影 獨特的線條 那那些光影 那些線條 那些遊戲的那些 裡面的那些照相的光源 怎麼都跟他照片一樣 所以大家自行去看看 自己去評判 另外一個叫賽尚李雲宗 他是一個西遊記 人物圖譜的作者 2012年他就出版這本書了 結果他就講說 你看我當時畫孫悟空 哇那個樣子有沒有 拿著棍子 然後這樣一腳翹起來 他說怎麼遊戲裡頭也有一個 跟我一模一樣動作 只是彷彿把我畫的孫悟空換了一個衣服 換了一個戰甲 換了一身裝備而已 大家自己評論 有沒有覺得像 有沒有覺得是抄襲 還是說這個動作大家都想得到 我們知道 然後就有一個三級工藝大師 他叫做旋流108 他說當初我曾經就是看過 有一位大師叫李輝 他做了一個壁鉤 在右邊 Original在右邊 他說可是遊戲裡頭我也看到了壁鉤 就是其中一個角色的壁鉤 什麼跟李輝老師的壁鉤 長得很像 大家覺得像不像 其實我想講個重點 就是說一個遊戲他這麼紅 結果看你吃好穿好 住好賺好 可能就有一隻手會伸進來 殊不知其實遊戲當他在做一個 很紅很賣錢的遊戲的時候 他可能當初也把手伸到了很多人那邊 大家都在問 為什麼這款3A級的遊戲 一推出這麼Hit 難道大家在遊戲的情境的人物裡面 找到了對經濟前景絕望的投射嗎 再退一萬步講 中國很久沒有這樣的好消息了 能夠靠這一隻猴子這一款遊戲 救起中國日益下行的經濟嗎 看直播要ASMR要沉浸 現在有人說玩遊戲要沉浸 也就是說你是否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覺得你自己跟這個遊戲當中的角色 感同身受和他命運相連 你知道有人就講他說黑神話悟空 其實他有三個精神 第一個叫神佛皆無道 第二個命運皆無情 一三努力皆成空 有人就講說這個遊戲你會發現 神佛無情啊 那神佛無情到時候 這些裡面的主角 包括孫悟空 包括牛魔王 你們最後就是 通通一場空 欸 有道理啊 為什麼 你看牛魔王 牛魔王當初跟孫悟空稱兄道弟 結果後來孫悟空勸牛魔王要投效天庭 結果人家遵從天庭體制 那下場是什麼 下場是娶了鐵扇公主 生了小孩 小孩不是他的 然後公主又被殺了 然後最後孫悟空還背叛他 所以中博 我跟你喔 最後一句話讓我非常有感覺 努力皆成空 這不就是描述現在 中國年輕人躺平爸媽 我不想努力了 好 我們來看到 中國的經濟真的能靠這一隻猴子 讓牠起死回生 至少看到拐點嗎 挑戰極大 我們最震撼的一個消息 鼎泰峰 飲食界的天花板 居然宣布要撤出華北14家分店 所以難道鼎泰峰也是華北一場空嗎 我們來看 鼎泰峰小龍包指數最近在中國大陸很紅喔 所以小龍包指數就是說 同樣花10美金 那你在每個國家的 Teknife 4你能夠買到幾個小龍包 結果就發現在北京可以買到12.1個 在台北可以買到15.7個 看得出來台北以小龍包指數來算的話 它的物價指數是比北京來的低一點的 那就代表你北京比較有消費力囉 你北京才可以賣比較貴嘛 你看像之前更貴的 包括還有像倫敦紐約 那一定東京都一定更貴的 就不然耶 如果你這個消費力真的很強 所以才可以賣到比較貴的話 怎麼在華北的鼎泰峰 14家門市 全部宣布要收起來呢 當然這邊平衡一下 鼎泰峰有講原因 他說我們直到到期了 然後股東會裡面的意見 大家都覺得不需要 意見不一樣 覺得不需要再繼續下去 還要花2.73號 其實我說白了 這都是對外的說法 其實你收就是收 結果你如果有聲音你就不用走啦 反正我就看到你收嘛 對不對 賺錢怎麼會收 好 那再來不只收的是他們而已 在北京有兩家很有名的米其林餐廳 米其林餐廳一直是賺錢 你米其林一薪不容易啊 就米其他這家 之前真的說自己是很賺 賺了11年 而且還三年才連米其林一薪 去都是高大上的人喔 人均消費上千塊人民幣 只要去過PO個文 人家就覺得你高大上 但這家餐廳他現在收了 而且他收的還很難看 他不但收 他根本就是倒 因為他還積欠高額的貸款 還有員工的薪水 跟一些中盤商大盤商的錢沒給 米其林另外一家餐廳叫Tiago 他一口氣關閉北京六家門市 也是一樣 所以中國我就問你 從我們的鼎泰峰 到這一些飲食界的天花板 收收收 徹徹徹 為什麼 因為人民荷包扁 因為內需的飲食店 今天餐飲最基本的 生活用作的需求都銷轟了 因為薪水拉不起來 薪水為什麼拉不起來 外資在撤離 現在還加速趕底啊 中美要對立啊 對立當然 川普有可能會當選的話 IBM可能允許 聞到風向球 趕快先測一測 徹底關閉中國研發部門 你看這樣子 只是關個研發部門 哇賽一千人沒工作 再來呢 LVNH夠有錢吧 對不對 他們的老闆 可是都是時不時當首富 結果呢 阿諾他旗下的化妝品連鎖 薪弗蘭 預計中國四千多名員工 要被裁掉 現在呢 這些 你當初不是都紅紅火火 很多人嗎 現在全部都要收 有沒有覺得跟遊戲很像 也是白忙一場一場空 所以很多人覺得 會玩具遊戲的人 有八成是中國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 在現實生活當中 他覺得有一種無力感 所以認為這個遊戲 反映民眾的內心 引起共鳴 當然大家都跑去玩他 中國經濟內需消轟 我們來看到一個極指標性的個案 就是耕耘中國20年的鼎泰豐 拋出了震撼彈 他們官宣宣布 14家的分店從中國的華北撤出 寧願資險800個人賠償2.6億 也都不要留在華北市場 為什麼 鼎泰豐決策的背後 我們來看看中國經濟遭遇什麼樣的逆風 居然連米其林的高檔餐廳 都賣起了窮鬼套餐 一般的麵館 更是半年倒掉了3萬家 不看不知道 看了嚇一跳啊 鼎泰豐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 也不會是第一個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現在中國所面臨到的問題 就是說內需的經濟緊縮 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是白領階級 我是中產階級 過去我有錢去消費 十幾百塊的餐點 但現在因為景氣不好 反而變成什麼 惡性循環 因為我不消費景氣更加不好 而景氣不好之後 我更加不消費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連這種我們講的資金雄厚 甚至品牌響量的鼎泰豐都撐不住 直接跟你講 我華北10月31號 各位不是一家 他是關什麼 12345678 一次關了14家門市 換成他花了2.6億元 等於是這些錢都打水漂了 800個員工 就這樣直接支錢 那你說為什麼會產生這個狀況 因為理由很簡單 第一 以前華北的鼎泰豐 他仰賴的客員是什麼 外來客觀光客 我請問一下 現在歐美客觀光客 還有人會去中國嗎 基本上是沒有 因為中國本身自己的政策 對這些觀光客 對這些外來客 對這些投資客 也不是很友善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他們其實是經過投票 來決定這件事情的 因為既然外國客不來 自己人不消費 那最後投票原本還差點撐得住 但是你看起來只有一票之差 事實上背後早就已經有天大的窟窿了 因為我怎麼做怎麼賠錢 不然該怎麼辦呢 有一個人就舉例了 這個人是誰 財經專家謝金河 謝金河直接給你看一張照片 各位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你仔細看 這個是晚上7點的時候 晚上7點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是用餐最巔峰的 我們講餐期 一般來講餐期 比如說6點7點8點 他要拼的是翻桌率 結果他跟你講說不用翻了 為什麼 只有一桌客人 可能客人孤單寂寞到 想把桌子給翻了 不會翻桌 你想想看 如果在這個巔峰時刻 黃金時刻而且在哪裡 上海 在上海 也就是最有錢最繁華的都市 都產生這種狀況的話 你說要鼎泰峰怎麼樣繼續撐下去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鼎泰峰的 這個真的是震撼彈的等級 你說連鼎泰峰都撐不住了 我們告訴大家 還有更多你所知道知名的台灣品牌 到中國西進去發展賺人民幣 早早腳底抹油了 對我先跟你講 因為各位你會講說鼎泰峰蠻貴的啊 那你要講便宜一點的 好沒關係我們一個一個陸續把他爬梳下來 現在整個中國光Q1 就是第一季對不對 已經有46萬個餐飲業倒電了 代表什麼內需出現非常大的警訊跟問題 我沒有看過說餐飲 各位做吃的 通常是最好做的 也就是說我吃不飽餓不死 不求大富大歸 但是要倒很難 因為民以死為天 但倒了46萬間 再來第二件事情 乾杯集團也是算是非常大的集團 一樣宣告關閉期間 下半年再砍4間 總而言之今年要砍11間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八方雲集這個總不貴了吧 這個叫什麼 平價美食 結果沒想到連八方雲集都說什麼 他們要全面撤出大陸 因為不堪虧損 任賠殺出 不只是這樣 瓦城最後也結束了 現在就連我們講Merspaga 這種模式漢堡 一樣撤出當地市場 所以各位 我們剛才講這樣 爬樹下是什麼 從高貴的到便宜的到平價的 到所有民眾最需要吃的東西 通通都撤出 所以只代表一件事情 不是現在大陸人不吃不喝 而是大陸人縮一節食 一分錢都不肯浪費 但我跟你講最慘是什麼 你要看一個指標性的 因為以前中國在經濟 經濟發達的時候 他們的高檔餐廳非常興盛 我不會演 甚至有可能比台灣還多肩 比如說你像這個人均消費 這叫什麼 1580元 所以你要嚇死我 這樣一個 乘以5 對 人民幣 所以這個加一檔 這個是基本 基本的開銷 可能他吃到飽 有些有錢人 可能吃到上萬塊一餐 所以是消費力非常驚人 就沒想到這個上 高級的這種法式餐廳 跟你講說什麼 沒辦法 七個月而已 我連唸都不會唸 什麼 我不會唸 反正就 18這個高檔餐廳 跟你講 導電 才七個月啊 對 那你說 他們現在排外嘛 我們吃中餐 吃中餐來 穿菜天花板 明露穿 這個夠中國了吧 不好意思 人均消費一樣 破萬 這直接給你破萬了 還不是1580 一樣 經營到一年 直接宣布停業 新榮季 他推出什麼 算便宜了 398人民幣的窮鬼套餐 你要想想看 以前可能前面多一個1 多一個2 結果他現在跟你講 398 你說宇軒那一餐還是2000塊啊 沒辦法 還是這樣子 但是特別是什麼 他雖然說叫做窮鬼套餐 結果呢 你買這個套餐 他會送你一瓶200元的咖啡氣泡水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他們仔細去吃過說 不對 跟以前沒差多少 哇 但是窮鬼套餐 居然可以腰斬再腰斬 現在生意有好一些嗎 當然也是沒有 這撐不住 因為你雖然說是窮鬼 但我已經講了嘛 2000塊的人還是很貴 重點就是你高檔消費的人已經完全消失 沒有人要再吃這種東西了 甚至是我們講的 這個其實算便宜了 這個叫什麼 未簽拉麵 我跟你講 我大概去看過他的牌價 大概就是150到250 我跟你講現在台灣的百貨公司的拉麵 大概也是這個價格 但對於他們來講 這樣子都算貴 所以光是這個 我們講未簽拉麵 上半年度呢 就折損了 我們講2000萬的人民幣 賣一碗賠一碗 怎麼賣怎麼賠 所以你想想看 這些高級企業 這些高級餐廳每個都要跳樓大拍賣 你就知道中國現在現況 真的是呈現內捲的狀況 你不能不去管子吧 從台幣200塊的一碗拉麵 到一克上萬塊的高檔穿菜 大家都賠錢 哪有這個道理啊 當然有啊 因為巨像哥我就舉個例子好了 你知道大陸現在說他們流行三寶是什麼嗎 三寶其中一寶就是泡麵 然後罐頭 然後可能就隨便配一配 反正就是他們是能把吃的東西用到最減就最減 所以你仔細想想看 我們仔細看一個東西就好了 小額營業者 這小額營業者賣什麼嗎 總不會是這種高檔的 大概就是那種路邊攤等級 為什麼 因為他大概就是說 我一季一年度 年度哦 賺450萬元以下就叫小額 真真的夠小了吧 你 我們講營收而已 不是講獲利 你一個月營收40萬 你等於是每天才賺1萬多塊而已 獲利可能就是我們講三四千塊 結果他跟你講的不行 連第二季收入利潤都下滑 最小的也漏了 他現在平均人民幣大概11.7萬 換言之他一季的營業額 現在不只是年減 大概就45萬塊台幣 各位啊 一間店做吃的一個月做十幾萬 等於一天做三四千塊 你要他怎麼活得下來 所以吃啊 人民是民以食為天 連吃都如此的準節 為什麼荷包扁 荷包為什麼扁 因為工作收入少了 為什麼工作收入少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外資跑了 而且現在加速趕底啊 第一個啦 中國自己市場的內捲 這個我們不談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外資對於整個中國市場的打壓 包括貿易戰 包括關稅戰 甚至包括未來可能對於零售業更加的打擊 更不用提一件是什麼 所謂的半導體產業 也就是先端科技的全面封殺 所以你仔細看喔 IBM一直在陳述一件事情 他說對 我們這中國投資 第一個減少148億美金 這個叫重砍 再來第二個 我們把研發部門關掉 是他們說 我們早就已經很久沒有在研發 大部分的研發人才都拉到美國去 為什麼 我到時候中國在你中國弄一弄 又被制裁怎麼辦 所以這已經變成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科技廠商離開中國之後 自然而然少了資金的挹注 他們整個投資者 中國年度的投資者 都一直不斷的呈現大減的狀況之下 當然沒有人願意買 中國的一帶一路真的行得通嗎 2008年到2021年之間 這10年之內 中國對全世界的經濟 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不只窮國 現在連富國都要去抱中國的大腿 但是這一抱不得了了 抱下去沒有好下場 是 我們都知道 中國在過去經濟非常好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把很多的錢都借給了一些 比較窮困的一個國家 尤其是他的友邦 但是因為現在中國自己本身 經濟也出現了大問題 所以他就會說 你如果我以前借你的錢 你現在是不是應該要還我 但那一些國家事實上 也沒有因為他跟他借款之後發展的 他基礎介紹而變得更好 所以形成一個狀況 什麼樣的狀況呢 現在那些還不出錢的 這一些什麼債務國 被迫要把這些國有資產 全部都可以交給中國去接收 所以形成一個狀況 這一些窮國越來越窮 欠中國的錢越欠越多 而這個情況會變成是 這些國家開始孕身載道 認為說我本來是跟你要被朋友的 怎麼變成反而被你吸得緊緊的 完全變成沒有辦法逃脫中國的魔爪 現在就有一些相關的數字 包括從2008年到2021年 中國對全世界的經濟成長貢獻度 是超過四成 所以2013年的時候 中國就富起來 他說哎呀 我可以經高 比以我拿錢交朋友 呈現了一個一帶一路 所以他那時候積極矛起來 包括委內瑞拉 包括一些寮國 這些比較經濟上需要幫助的國家 他說沒關係 我給你一些貸款 那用低利貸款的方式 而且我幫你發展你的國家的基礎建設 幫你蓋水吧 幫你蓋高速溝路 幫你蓋很多的東西 看起來好像非常好 結果現在出現大問題 什麼樣大問題 當中國自己本身的GDP 也開始下滑情況之下 你這些窮國的利率 的利息越來越重 所以這些窮國現在狀況也越來越糟 然後中國反而變成像吸血鬼一樣 不斷地吸你 要你把這個貸款給還出來 所以你看旁邊這個圖就代表著什麼意思呢 你看這麼多國家有沒有 中國 中國 欠中國的這些國家非常多 而且尤其是海外這個部分 然後其他國家像日本 相對來講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主權貸款國 那現在我們來講受害者 第一名受害者是誰 就是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我們知道 他事實上之前 他不是本身是產石油的嗎 那你本身產石油怎麼會 怎麼會沒錢啊 還要跟別人借啊 對啊 想產石油 不是就是你這樣賣油就好了嗎 沒有 事實上委內瑞拉在2000年的時候 他們決定要跟中國加條條 就是跟中國成為緊密的一個經貿關係國 所以他們就把整個國家經濟都壓在這個中國上面 結果本來之前也過前10年過的確實也還不錯 我把石油弄起來 然後賣給你中國 然後你中國把你們一些相關的產品就賣給我 兩國還不錯 結果2011年 中國整個全世界的石油油價開始下跌之後 中國的晚娘年口就出來了 那事實上他的晚娘年口怎麼出來呢 就是說整個石油價格崩潰之後 中國自己本身他們也有一些頁岩器啊 而且中國可以上其他國家買一些更便宜的油啊 所以中國就說沒有 不好意思 我現在沒有要跟你買那麼多石油囉 所以委內瑞拉他們的出口石油的一個收入呢 就從本來大概2011年有超過700億美金 到了2016年竟然 腰斬再腰斬只剩下三成喔 大概只剩下220美元喔 剛才我跟妳講這有趣的在哪裡 以前呢我賣給你石油 你幫我蓋這些金儲建設 你石油現在中國不跟你委內瑞拉買 但是你用貸款方式 我幫你蓋了那一些基礎建設 你錢還是要還的 所以呢你不還的情況之下 就變成爛尾樓 那你說高速公路蓋到一半能幹嘛 不能幹嘛 所以就是形成委內瑞拉的一個相關現象很可怕 再來呢其實除了委內瑞拉之外 你看旁邊有一個受害者表 第一個巴基斯坦借了266億美元 第二個安哥拉 第三個斯里蘭卡 再來伊索比亞跟坑亞 這些國家真的都是跟中國借錢借很多喔 然後現在你知道嗎 這個全世界有75個最貧窮的國家 他們跟中國借錢借到現在 哇塞 光是還利息喔 加起來金額已經超過他們欠了本金兩倍耶 所以什麼叫吸血鬼 這個就叫做吸血鬼 剛剛其實混在姐講到提到說 他這個借款的制度聽起來有沒有一點像高利貸的感覺 你知道嗎 你去跟中國大陸借錢跟美國借錢 哇那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狀況 你去跟他借 我跟你講你只會越借越還越多欠越多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剛剛特別提到了嘛 因為他不讓你還本金啊 他只讓你還利息啊 所以你再怎麼樣你本金都沒有減少 所以越欠越多 而且這樣子一路看下來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喔 你只要去跟中國靠攏的啊 跟他騎著會啊 當他的朋友的通通沒有好下場 為什麼來看到這個案例 有人很切心 他反悔了 這是誰呢 這是洪杜拉斯的前副總統 他說的這句話很耐人尋味 而且斬金截鐵說2025年 如果他當選了 他要跟台灣恢復邦交啊 是我們都知道了 因為在洪杜拉斯在2022年的時候 那時候呢 他們也有一些相關的政黨上的一個選舉 那可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就琵琶別爆 本來跟我們當好朋友當好好的 你沒事跑去跟那個中國 包括跟我們斷交 然後跑去跟中國建交 在這種情況之下 結果洪杜拉斯像台灣出口 本來那時候在那個之前 都還有一億多美金喔 其實還不錯 洪杜拉斯的白蝦 你去所有台灣的菜市場 都可以買到洪杜拉斯的白蝦 結果後來發現 中國不是14億人口嗎 對 中國14億人口 每一個人吃一隻蝦 印尼就14億隻蝦 怎麼會到最後發現 洪杜拉斯像中國出口的蝦 只有整個相關的出口 只有1100萬美金 也太少了吧 但是洪杜拉斯跟中國買的東西 竟然買超過2億美元喔 很少有人跟中國 這樣子進行相關的貿易 結果發現 怎麼你還被它變成是 你沒有從中國賺到錢 你還反而讓中國賺到那麼多錢 貿易逆差一個情況 所以2023年中國賣給洪杜拉斯 於11.16億美元產品 結果後來竟然只購買了2500萬美元 這真的是差價追喔 所以就讓人家發現喔 就是說洪杜拉斯現在就 我沒有呢 我跟中國交朋友沒有比較好 所以現在才講啊 這個前副總統啊 就想到說2025年 如果我在當選我要選總統 如果我在當選總統 我決定要跟台灣這邊恢復邦交喔 這個窮國很慘嘛 去抱中國大腿 這個一包更是一落千丈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強國的例子 富國的例子好了 三星 三星往中國靠攏 他現在情況也不妙了嗎 是 這個我們的吳子佳董事長 最喜歡講的一句話 哪一句話呢 就是說不要跟倒霉鬼做朋友 中國就是倒霉鬼 窮國富國 本來說窮國給你當朋友就算了 因為富國跟你跟起來不錯 現在富國也被拖累了 你就會發現喔 南韓我們都知道南韓事實上 一直就是很看好中國市場 而且主要他們就是忍不住 就是14億人口嘛 所以不管是汽車各個方面 他們都想要跟中國在那邊 夾條條 結果後來發現 南韓去年出口 這你就是2023年跟2013年 這樣相比10年下來 它呢竟然只比10年前 多出口的13% 那我說13%有兩位數啊 不錯 沒有 我們台灣成長了36% 中國不用說成長了54.8% 所以發現你南韓跟中國交朋友 你的並沒有受惠於它14億 廣大的人口 而因此在你的出口上有異種 沒有 然後呢反而遭受其害 什麼意思呢 包括電子產品 包括汽車產品 這兩樣東西啊 都是跟 南韓跟中國有起 非常大的一個競爭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你去中國投資 你看好中國市場 你把工廠送到那邊 然後你想說 你這邊就近市場 你可以這樣因此而 在那個中國行銷 這個全中國啊 吃定了它14億人口 沒有你反而因此你的很多技術 就被它給偷了 所以呢你就發現 在電子產品部分 中國出口而增加26% 我們台灣自己靠自己 我們成長了八成啊 我們主要當然是跟美國這邊 有交好關係 在汽車產業部分 中國啊成長了228% 結果南韓只有26.8% 所以看起來你根本 南韓沒有辦法跟中國PK嘛 而除此之外 這個真的是很過分的 你看南韓這是用真心換絕情啊 南韓啊本來把一些很多的工廠 都設在中國嘛 那其實人家也沒有在設防 或者是說就算它自己 在韓國自己生產的 技術也被偷 而且呢偷去哪裡 偷去幫中國這部分 你看南韓三星手機折疊機 竟然遭到了中國的華為攔截啊 原來2019年2月的時候 三星發布了全球首款的5G折疊機 然後呢人家會很開心啊 哎呀真是我們這個 花了幾年時間 花了6年時間 38位工程師 我們還砸了 以一點多億美金弄出來了 你看華為跟OPPO這樣 5天之後 太不給面子了 5天之後 就跟你這樣接二連三的發布 所以人家就說 哎 你這個也太誇張 你copy也太明顯 明顯到 你連那個插孔有點問題 那個沒有那個插孔的缺點 他們也有 我的優點你有就算 我的缺點你也有 所以說你不知三你那個華為沒有偷 怎麼可能 結果現在就被人家發現 這個後來三星他們自己也認為 有點問題 所以在那個他們也在 2018年11月的時候就開始起訴 起訴這11家的這個業者 後來發現這些OLED 他們3D黃壓這個技術 確實這家整間公司 其實這公司很過分 他們大概是那個 三星長期合作公司 合作已經有超過20年以上 結果後來發現整間公司 加起來11個人最高到董事長層級的 竟然就把他們所有這個相關 3D層壓技術 就是外洩了給這個中國 那這個相關的案件 現在也是在司法訴訟當中 通貌物價漲麻煩 但還有更麻煩的就是 通縮不消費 這就是中國現在面臨最大的麻煩 中國最大的危機是不消費 你明明口袋有錢 為什麼不消費呢 因為不改也不能 你來看連資生堂 摩斯漢堡 Zera 這些過去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品牌 也都擁有高利潤的這一些 整個做生意的過程 加速退出中國 為什麼 網路上一篇三萬字的萬言書 居然一上架就變成了最大的禁忌 它戳了什麼不能戳的真相呢 事實上最近因為台灣股市 大家覺得說一直漲上來一直漲上來 很多股民都覺得賺到錢 可是台灣有一個危機你知道嗎 就是物價感覺上是越來越貴 所以有些人會擔心說 我們是不是有出現通膨的問題 但你知道在中國大陸 也出現一個通自備的狀態 但它居然是出現通縮的危機 你看中國裁軍最近有一個長文章 這個文章其實你看這個作者 他說我寫了三萬字的長文 重點是我花了14個月 花了一年多寫出來 他說你把它整篇讀完需要60分鐘 但是如果你完全讀懂 能夠受益30年 什麼樣的人寫可以 這麼囂張 而且我跟你講 財經圈居然好多人在看 對 裡面提到幾個 他說中國大陸現在消費增速弱 什麼叫增速弱 意思就是消費的部分越來越減少了 但是企業投資意願低迷 還有社會融資規模 信貸餘額年增速等指標 都創下新低 代表什麼 要花錢的借了 所以我要花錢的借了 我才會有這些什麼 信貸什麼的都越來越低 再來中央跟地方財政都是負成長 老實講你今天敢這樣寫 在中國大陸裡面 你要面臨很大的挑戰 果然挑戰立刻來了 為什麼 這個文章放了兩天之後 不掉了 整個網路上就被下架了 很多人就覺得說 天啊你作者在寫這些東西 而且你知道嗎 這本書啊 最後面他居然用了一句話叫做 明天是第二天 這一句話看你怎麼解釋 你可以說我們明天 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 或者明天又是另外一個 沒完沒了的一天啊 更有人解讀說 明天既然沒完沒了 你就算了啦 不要想明天 有今天過就過今天了 你說什麼樣的人寫這種文章啊 我告訴你 事實上這個作者啊 他是北大畢業 叫做蔻文宏啊 那他就講說 你北大畢業擁有博士的學位啊 但有一些人是批評他講說 你有沒有什麼投資績效什麼的 你的成果不OK 可是你知道嗎 他在證券研究啊 跟一些所謂的消費金融的部分 他研究蠻深的 所以你看看 這個三萬字的萬言書 花了十四個月寫 一個重磅的針扁 等於是一鐵良藥 良藥難免苦口才上架 花了十四個月寫 兩天就讓他全網失蹤 官方怎麼可以接受你這樣的言論 那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搞不好寫的 就是這個胡說八道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在那邊散播謠言 但我們回來看 現在他們這個中國大陸啊 這個前央行的顧問啊 叫做李道奎 他也出來了 因為你知道最近啊 大家講說三中情侶那個要開的對不對 所以他們是不是都開始有一些 這個經濟方面的訪問 過去往例都這樣 可是李道奎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居然講到一件事 他說經濟不能只有生產 而沒有消費啊 你光聽到這句話就會發現到 那他跟剛剛那個 那個扣文宏講的不是一樣嗎 消費緊縮嘛 而且你只負責生產 生產都要花錢的啊 沒有消費怎麼會有賺錢 我們就來看在中國大陸 現在已經出現到好多企業 決定要退出中國市場 包含到這個是日本資深堂旗下的一個品牌 叫做寶木 他現在也宣布說他們要關電 你看他把這個必電公告 全部給貼出來你知道 而且他說我不再接受新的訂單的 你如果有現在已經發單了 沒有問題我會發貨 但我7月10號之後就不要了 那你知道其實以這個 寶木這個品牌來說 他在過去是主打天然跟無添加物 但是我跟你講他是走這種 高價互扶貧的這樣一個狀態 2020年才推出 結果沒有想到2021年進入中國市場 到現在也不到三年的時間 居然決定要退出 那到底是不是覺得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商品不適合中國市場呢 還是覺得我賺不到什麼錢 我乾脆就退出好啦 所以你想賺不到什麼錢 過去這個市場對他們來講多重要 這麼高利潤 換句話說退一萬步講 先求保暖再求衣裝金裝 換句話說中國人民這些錢已經能省則省 整個消費就像他講的 都怠速都賣下來都靜下來了嗎 那我們在看消費這件事情 食衣住行育樂都要花錢對不對 那你剛剛看到說 哎呀你那個化妝品 我可以不要蠻高興的 我不一定要 那吃種可以吧 吃種是要吃吧 名以食為天 你知道嗎 日本媒體報導說 摩斯漢堡董事會在上個月24號的時候 決定要再次退出中國業務 他之前在1994年的時候進進中國大陸 結果在1997年的時候決議退出 是 那2010年的時候重返中國 結果2015年的時候 那時候曾經開到全中國大陸24家左右 他那時候還發下豪雨 上海嘛 繁華之地 我要在上海開100間 這個100間還沒開成 現在已經告訴你說 他要再次退出中國囉 連摩斯都要退出 你要知道在台灣 隨便一家摩斯分店你去看 說要排隊的耶 而且後來他們就講說 因為漢堡這個東西 可能在中國大陸賣的不是很好 也會講說商品定位嘛 那另外有一個牌子叫拉卵 大家終於有印象了吧 他也不是走什麼特貴的精品的 這是快時尚的一個代表耶 是啊 結果現在也說要退出中國市場 到目前為止他的門市只剩下87家 其實最早的時候 他擁有183家的門市 東莞 惠州這些二三線的城市 結果後來被發現到說 他有大幅度的關閉 當然這也有可能人家認為說 這有沒有可能是以退為進 為什麼 因為我的電營收基本還在 但是我不要開這麼多的電 我可以節省我一些的開銷 讓我其他的電營業額 可以有一些的增加 你總是覺得不對勁 Zero 整個大家南北關了快一半的分店 正常嗎 我們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中國人現在 明明口袋裡有錢 卻越來越不願意消費 兩個步 一個是不能 一個是不敢 好好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而且這兩個步基本上就是造成 現在大家外界認為 中國整個消費 變臨到這個所謂通縮的危機 我先從這個故事開始講 你知道大陸媒體在最近 驚爆一件事情 他說他們其實有三個記者 在那裡那個蹲點你知道 然後就一直看著那個油罐車 進進出出進進出出 廠區裡面 結果居然發現到有一輛油罐車 你可以看得到 它本來在上面是裝煤油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油罐車 那個中國大陸他也要求就是說 你在上面要表明你是載什麼物質 內容物是什麼東西 結果他本來是載煤油 結果記者居然發現到這個車子 要開進去一個賣實用油的 這個廠區裡面 居然車子沒洗 他今天本來上面載著煤油的 那你會覺得說載煤油 你開進實用油的廠區 你是要怎麼告訴人家說我在來幹嘛 他說很簡單 他這旁邊有一個食用油的牌子 直接把它貼上去就好了 有時候前一趟裡面是煤油 洗都沒有洗 洗我都不確定能洗乾淨 立刻下一趟去載食用油 然後就送到各餐廳 配發出去吃到肚子裡 而且他們其實後來記者 他們其實在採訪的時候發現到 很有可能是這個油罐車的司機 他們想要省這種清洗的費用 因為像這種 你載這種所謂的煤油或這些東西 那你如果要清洗的話 你本來車子裡面要灌水 然後用高壓蒸氣下去 而且你還必須清空之後 才能夠帶食用油 你想說天啊 這個工程這麼複雜 一定要很貴對不對 我跟你講洗一次車 300塊到500塊的民幣 受夠很多嗎 沒有很多啊 沒有很多對不對 連這個錢都省 你要省用最貴的 八九千 八九百塊的民幣 你換算台幣也不過就四五千塊錢而已 結果連這個錢你都省下來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啊 我今天這樣能省一塊是一塊 那我問你啊 如果這個新聞報出來 你敢吃那個油嗎 當然不敢 人命無價你連良心都省掉了 這就是第一個不敢啊 我不敢消費 而且不是一個例子而已 事實上他們那時候也踢爆說 有毒化學品的這個運輸車 直接違規裝載這個使用油 而且你知道這件新聞是在什麼的 2015年的時候就已經報過了 沒斷根啊 沒有斷根啊 所以你就回來看 你一定會說會幹這種事的 一定是小廠商啦 你不知名的 黑心廠家 沒有 為什麼你知道 你看喔 這一次踢爆的裡面被進去搭載 這個所謂的沒有清洗過油罐車的 居然是中儲糧 中儲糧是大型的國有企業 國企也敢這麼幹 國企你這樣 而且你擁有338個所謂的直屬庫 而且負責存儲中央的儲備糧跟油 跟中央扯上關係 你今天都出現這種問題 那你告訴我你敢買嗎 你不敢啊 而且另外還有一家叫做惠福良油 他們其實註冊的資本額 達到8億多的人民幣 也是一個大公司啊 所以你知道嗎 在這件事情上面 官媒先跳出來 包含央視跟人民日報 其實對這個現象都一直在罵 央視說你這樣跟放毒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不同 甚至人民日報也出來講說 食品安全大於天啊 但我也講實話 官媒是歸官媒啊 那你今天這一些 連國企都敢這樣幹的時候 那你對於其他小商家 所做的東西 你覺得民眾敢消費嗎 你敢消費嗎 你更不敢買 你更不買買 商家就更賺不到錢 更賺不到錢 那個死亡螺旋就開始運轉了 那你說不敢買 那就表示我有錢 但我只是不敢買而已 但另外一個不能叫做什麼 是我不能買 我想買我也買不到 因為很簡單 不是買不到 還有買不起啊 中國大陸官方數據顯示說 有兩億的人口 現在被迫選擇要做靈活就業 你的靈活就業 天啊 什麼是靈活就業 簡單的白話文講 叫做打零工 找不到正職就去打零工 有工你就來 沒工就不用來了 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打零工 這個兩億的人口 約佔總勞動人口的23% 將近四分之一左右的就業人口 居然是用打零工的方式 而且這個東西 不是一時出現的 他居然成為勞動市場的新常態 那包含南華早報 其實他過去也曾經有這個報導 他就講說 現在他們曾經對這個房地產 網路汽車跟金融事業 這個市值排名前五大企業 跟三大知名的電動車商 年報的這個所謂的綜合評估 居然發現到這一些企業裡面有14家 都在去年開始陸陸續續裁員 你剛剛盤點的那幾大企業 應該是創造的最大量體的就業的機會 結果都在裁員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不是有央行的前顧問 不是出來講說你不能只生產不消費 對不對 他們一定有聽到 所以我連生產都省下來了 我就開始裁員了 可是這種裁員的狀況 就會變成是什麼你知道 像他們智聯照聘這個 在五月份的時候 數據卻顯示說 今年中國大陸有將近20%的大學畢業生 選擇緩慢就業 意思是說我不急著找觀眾朋友 我也找不到 甚至有13.7%的選擇靈活就業 那你想想看錢都賺不到了 你怎麼能夠消費呢 6號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下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我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CAMON CAMON